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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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房价的有三把斧头 一开始来看第一把斧头就是限购率 限购率到底它的利润 它的到底有多锋利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全国出台限购率的14个城市 如果你跟我的印象是一样的话 我们在几个月前才看到 三四月前讲的限购率 指的是北京 上海 还包括了深圳 广州等等 但是您看衍生到现在到10月份 整个的全国出台的限购率 14个城市 甚至包括了大连这样的城市 都在限购率的范围 区块似乎有从整个的 你看从东北蔓延到滨海到南方 那么现在还没有往西方来扩 但是有没有可能变成遍地开花 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看限购率 到底它的威力是多惊人 我们看到了目前 全国14个城市住宅的限购率 限购率发挥对房价 有多大的影响力 叶会长您的解读请 我认为限购率还不完全是 针对房价而言的 限购率主要是针对投机 草房和投资 针对近友人群 但是相对它对房价产生的影响力是多大 我想是有影响力的 因为限购率出来以后呢 它会使观望的情绪加重 对 那就是说首先会使交易量下降 而交易量下降是房价松动的一个前期信号 好 你讲到了交易量下降 我来看一下旁边的邵峰兄 你今天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来证明 现在的成交量交易量的确跟今年的前十个月来比 有非常明显的转变 请 那个存国出台限购率的第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在北京 是北京 北京在今年的这个四月份呢 是率先在存国推出来的这个限购率 在北京推出限购率完之后 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一手环的这个市场 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北京新开盘的项目啊 80%在这三个月内是处于零成交的这个状态 那么我们看到后面不管是广州 深圳还是这个福州这些城市 在它限购率推出来往前后一周 它的交易量的这种下跌幅度基本上都在30%以上 30%以上啊 对 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 限购率对于这个房地厂的这个成交量来讲 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韩女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观点是 我觉得这个限购率只是权益之计 你看我们08年不空到一季度 09年涨了 然后10年19度又再涨了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这是只能说 我们控制住投机的和投资都不可以做了 你只能刚兴趣就去买 这样的话 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个权益的 未来的价格不取决于政府的条 长线来讲 当然还是价格由供求来决定 来旁边的牛所长你也在点头 您的看法是 我们的限购令限制了炒房 限制了投资 同时它也限制了改善性的需求 也限制了改善性的需求 对吧 这就是殃及了改善性的需求 是不是这样 那么从近期看 从短期看 可能造成的话 交易量的下降 或者房价的 这种增幅的这种下降 或者叫绝对的下降 但是从长期看 它不解决中国的这种市场供求的根本关系 单级一部分 只有一部分 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改善性需求啊 它基本上原来有一套房子 然后就是在新再买第二套房子 对 那么这一次我看了一下14个城市出台的限购令 不许只许每户新购一套房 嗯嗯 什么叫新购一套房 对 就是说你原来有一套房 你还可以新购一套房 对 那就看你新购这套房 是不是改善性的 是 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是一部分 不会长 您对整个的房市应酬 你相当清楚 你觉得未来是不是有可能 它会遍地开花 在14个城市之后 再继续的蔓延下去 我 我注意到 这次限购令的出台 是地方政府出台 比如是中央政府 要求地方政府 每个都要出台限购令 哎 你这个之间的差别 到底它意涵不同点在哪里 为什么是由地方来出的 你看现在实实实际上 14个城市出台限购令 都是各个城 各个地方政府出台的 这是事实 对 所以地方政府 什么时候出台 出不出台 出台什么样性质的限购令 那是由地方政府 来掌握结构和尺度 如果说这样的话 有四大城市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这样签推出了 有这么多城市 都14都跟着 那其他的城市就会 如果不做决定情况之下 那所有买房 人必须到其他城市去买了吗 那不就没起到这个作用了吗 所以我就在想了 有可能会殃及 其他的城市都会采取 你觉得都可能了 业会长您的预测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天地开花 我认为取决于楼市的 10月份的数据 和11月份的数据 因为9月份是大早 对吧 9月份环比涨了0.5 环比涨了0.5 那么就是说 原来出台的国时条的力度 到了9月份 已经被销纳的差不多了 所以又出这个升级版 国五条 升级版 那么就看升级版出来以后 10月份的数据 很快就出来了 大家耐心等10天 看看10月份如何 耐心等10天 但是我想场下的嘉宾 已经等不住了 想要表达你个人看法 就像我引诱 聂会长刚说了 这个是升级版 这个升级版 这个限公里 你觉得房价的影响性 从你们的专业 或你们所实际上的 接触的故事来讲 跟我分享一下 您的观察性是什么 哪一位表达一件 三二一 请取牌 来 我是学法律的 但是我认为 这个房价的调控 应该通过市场的调控 不应该通过一个 进购或者限购的一个形式 你最担心什么 我担心的问题是 我们可能是市场经济 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我看到了这个政策的内核心 我认为是他对我们 这个公民 购房权利的一个 诉求的一个打压 我认为他是 不是一个长久之介 不是长久之介 我只是表明了 你现在手边有抓个房子吗 我没有房子 我认为房价很高 但是我认为 一道都没有啊 没有没有 一道都没有 我向前发誓 那么现在限购令 那现在应该是 你是最好的时刻啊 现在进场 是这样啊 我是出于一种攻心 我不是认为 我从我的利益角度 去说这个事情 就是我认为 这些事情 不应该是通过市场 自身的供求关系来 调控 而不是靠一种 硬性的 暴力性的去 去打压 我们现在所谓的限购 就是这个意思 限购就是限卖 买卖的话呢 双方的自愿 受到了限制 那还叫收入市场经济吗 刚才大家谈的限购令 是一个权益之计 我觉得不用怀疑 本来文件出台的时候 就有临时两个诈 两个诈 他们就是权益之计 没有说永久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 那个 内购难的观点 我比较赞同 对于就是 我们都知道 在一个病人 花高烧的时候 就有一个医生 他给这个病人 你正常应该是 给他打针吃药 对不对 但是在有的时候 别人他花烧 花到41亿度 你先要把这烧药降下来 或者他脑子烧坏了 所以我们医生 也会通常会 有人会用一些酒精 我给你擦擦酒精 先让你温度降下来 目前当前的这个楼市 就处于这么一个情况 这降位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刚才讲的那种方法 所以现在这个限购 它未必能够真正的降 你觉得什么方法是比较有效的 增加有效供给 不减房啊 不早就说这话 刘宗哉 这个事 在这个我们房地产行业 从一块地进入市场 然后到你做完各种方案 再盖完 防止再形成销 这个过程至少两年的时间 所以你要现在的市场 已经在非常高的温度上 然后你给他开一个药房 这个病呢 41度的 然后他吃中药吃 一个月完之后 然后我让他操退 这个病呢 也许早就 其实我们为了 我们的宫观调控已经几年了 一直想把房价压下来 为什么房价压不下来 压不下来 反而往上涨 根本的原因 我们的药不对症 药还是在这 来房价的嘉宾 第一点 限购令不可能向全国蔓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限购令 他涉嫌了什么呢 涉嫌 涉嫌了 涉嫌了 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比说住建部他规定 就是如果说你违反了限购令 签订了购房合同 这个购房合同不给你进行登记 不给你办理产权证 那么合同法规定 合同一经签订就具有法律效力 那么合同法的法律效力被你的政策给消灭了 这显然是以法律相违背的 第三点呢 就是限购令违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那所以我认为限购令呢 他不可能持续 第一点 第二点 限购令也无法改变房价的走势 如果那个胆期和那个宏观这个调控这块来说的话 我们如果只看这个市场经济的话 因为市场经济它有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必要和这个计划经济相结合的 因为它有些东西它是人为的因素 比如刚才这个刘所长他说的 如果说再扩大建地 就是再盖房的话 那么就是我觉得 因为现在很多数据表明了 很多房子它是空置的 它这个很多这个一些房子是在 我一个人手上可能会有三套到四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解决办法 至少我觉得目前来说 我赞同这个列会长的这个观念吧 短时间的降温 我觉得咱们国家这个政策 还是非常的英明的 我们老实说一句话 开源截流 所以呢 那个有增加有效供给呢 属于开源 然后现在目前限购令属于截流 对 就是要打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权益之地 刚才有几位法律界或者人什么人士 说就是那个 非反的社会主义经验的 这一点过于理想化了 我们那个 即便美国它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还是实行一些计划经济的 国家干预政策 我觉得为了打开 这是有必要的 实际上 刚才就是刘首档 他所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这是看到 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政策里头 限购令 它是组合权中的一个手段而已 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啊 刚刚公布的这个数据 第四季度要推出 五十多的这个土地 它的这个面积达到八百公顷 规划的建筑面积是 九百五十万平花米 这是应该来讲 是北京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推地 这么庞大这个土地供应到市场 它目的是为了什么 目的是为了增加 一到两年之后 这个市场这个供给 所以现在呢 我们整个房地产需求 原来国家是推地的时候 它是按照每一个城市按照照 我每年要增加多少人口 所以我推多少相应这个土地 当这些土地到了市场完之后 它并没有形成供应 可能被开发方囤积在手中 或者在房子盖 来被炒房子买的 所以需求是这么高 这个供给在这么低的这个情况之下 又加上我们现在投资和投机需求 变成需求无限的放大 但是供给又供应不上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出台现购地就把需求降低下来 然后同时呢 通过增加土地供给 加大保障性住宅的建设 在未来的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之内 市场的可受的房子变多了 这时候需求又降温了 这个回到了一个供求的相应的平衡点 这时候房价就稳定了 所以它是现购地是解决短期的 这个投资和投机需求过剩 而未来增加土地供给 以及加大保障性住宅呢 它是解决未来的问题 这就像一个病人 我给你物理降温 降温同时我也给你输液 然后同时还给你开中药 好谢谢 来念慧郎补充一下 我们讲降温 我们说要达到一定的目标 才看得出来是不是降温了 我们从哪些观察指标来看到 它达到作用了 我想这一次权益之计也好 临时措施也好 它是有三个等待 流出时间和空间 第一个等待呢 就是加大供给 真正在市场上起作用 其实今年的调控政策当中 有两个加大供给的 一个加大供给呢 就是土地 加大土地供应 第二个加大供给呢 就是保障性住房 加大供给 但是这个都需要时间 不是9月份 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 所以你留出一定的时间 等待这个市场 第一个平衡 第二个平衡 给政策留空间 因为房地产调控啊 刚才我很同意牛首长讲的 经过了这么多年 实际上是10年9条 9条控年年出政策 是吧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为什么房价还是这么高呢 也就是说原来这套组合权 这套招数 这套这副中药 越来药剂越大 越来药效越小 那就呼唤着新的政策的出台 根本性的